按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時間兩分鐘 並截止發言登記 第一位請曾明中委員 來曾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有關傳染病會員 防止及紓困特別條例 已有三讀了 我有兩點意見 第一點從修法程序上來看 從早期國民黨希望訂定特別條例 但是民進黨不願意 後來同意國民黨的意見 另外有關特別預算的額度 行政業原來提出來的是600億額度 後來我們主張希望能夠增加 最後行政業送進來是2100億的額度 後來又增加到4200億 所以我們就回來協商增加了2100億 決策非常的粗糙 非常的誇張 所以國民黨看到民進黨團的決策 真的是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最重要的是條例既然已經通過 我們也支持 希望蔡政府好好的執行 上一次600億的額度 到現在執行率只有9% 所以希望條例三讀通過之後 能夠盡快執行 讓超過146萬家的中小企業 超過900萬的勞工 能夠真正得到協助 希望蔡政府趕快積極執行 讓這個會員引發了疫情的重大後遺症 能夠減少它負面到最低 讓所有的中小企業 還有所有的勞工一起度過困境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請廖國動委員 廖國動委員不在 接著請陳柏惟委委員 請假設請廖國動委員 喂喂 好 請剛才聽到國動委員 說她的勞意很高興 簡單跟大家歡喜一下 我有做功課 說現在這個新冠肺炎 是透過手腦至民心的中伯 要注意要洗手 但是坦白說跟囚困條例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住民應該是台灣的主人不要做中國的少數民主 鼓勵大家可以在這個日本議裡面說不意 如果必要的時候也邀請他們來連署 全世界在發現金是因為在戰爭的時候現金沒有特徵 如果改調換台灣的現金就不用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法度在討論到所有財政的機率 也有法度來討論到合理的疏困 表示我們豐益的工作做得不好 也鼓勵大家繼續把政府支持 想辦法來度過這次的南冠 如果再生命不去 錢拿比較多也不重要 但是在行政的部分 法規議省都準備好了 完整性的東西都有給大家選擇 但是小隻要四月三十塊我就說過 在這段時間 我接到超過一千四百條的燈情 包括如河而已 去哪裡而已 我有兩個新方向 同時而已 我到底要問誰 包括已經往往比較不進去 已經有百分麻煩的事情 所以希望說來做到整體的規劃 要有成長的能量 來接受到全台灣的民眾真正 如果這樣就有法度來建立一個 人民跟政府科興的觀點 最好要活躍 我們要加強選擇 要建立等他在堂口 可以來這個保持對中 拚免到找不到人的民眾 第二 要強化到中央跟電影的交通 讓第一山的行政人員 能夠強加有效率 來自行政府的索困方案 這島以前 台灣在世界盤了一個 雖然隔離在國際社會外面 但是證明到 我們台灣的公委 人力全力 真正大家學到的地方 希望大家 繼續團結 躲過這島有難關 感謝 3Q 接著請楊瓊英委員 楊瓊英議員 雍會主席楊瓊英發言 紓困條例正式刪讀通過 防疫順時鐘 我們要尋找經濟順時鐘 這非常的重要 今天通的網站竟然連 每一週公開透明的網站 都不同意 在院會做這樣的表決 我相信所有的民眾 絕對會拿出吶喊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通過的這個條例 在第一階段 600億 執行率達不到10% 每一個中小企業 幾乎到銀行去 都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貸款 因為我們貸不到款 這是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 應該要請執政黨 趕快看到 第一階段完成之後呢 竟然勞工被迫換無薪假 是不斷的在產生 企業快倒閉 銀行貸款也吃閉門根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紓困條例的一個落實 現階段所通過的 2100億的特別預算 我們仍看不到項目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期待 所謂的紓困2.0是看得到 也是吃得到的 在這一段時間 除了接受 中小企業 所有的 這個民眾 的一個反應 那麼同時我們也看到 我們應該要立即的發放現金在排污的條件 經過了無數的討論 無數的溝通 以及 無數的討論 竟然 人就沒有辦法如此來做順應 地氣而且接應國際的一個情勢 所以 蘇貞昭院長講過說發現金會放在口袋存起來 我試問 在現在民眾這麼艱困的時候 要怎麼樣渡過難關 應該是要讓 我們的行政部門 要了解 也就是 防疫順時中 在我們現階段應該這樣 紓困 找到經濟順時中 接著請林義華委員 此次的新冠疫情對我國所造成的衝擊 的確前所未見 經濟產業及勞工的影響 遠比煞財要嚴重許多 根據勞動部資料 無薪假人數已破一萬五千人 且近兩天就暴增八百多人 險見新冠肺炎除了生活面的影響 在經濟面上的衝擊也正快速的蔓延 國民黨不反對打開財政紀律天花板 但國民黨反對打開財政紀律天花板後 卻是空白授權 如果說打開財政紀律天花板有助於經濟付輸 有助於全體人民 疏解生活困境 則國民黨樂於替行政院背書 但很遺憾 依照目前的紓困方案 政府挹注最多的預算 是在利息補貼與貸款 換句話說 絕大多數的紓困預算 其實要民眾向政府借貸 而非政府直接給予補助 即使部分預算是用於現金補助 但申請手續繁複 增多周少 多數民眾都無法得到政府的幫助 因此 即使今日國民黨版國民紓困金 被民進黨以多數 封殺 但國民黨仍希望執政黨 拋開政治意識形態 將國民黨此次提出的 國民紓困金方案 好好加以研議 既然立法院開了財政天花板 將全民納稅義務人納稅的稅金 給了政府 並授權政府舉債 就應該紓困排富全民受賄 而非僅照顧少數人 或是不甘不脆的綁國旅 綁住宿的政新頂用券 還是使用門檻很高 普及率很低的電子支付的酷碰券 最後 希望行政院能夠滾動式的檢討紓困方案 當失業率 無薪價人數再創新高的時候 好好考慮國民黨的紓困建議 提出紓困3.0方案 排富後 直接發放現金給予人民 協助全民擺脫此次疫情的衝擊 謝謝 接著請邱顯智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防疫條例的修正案在今天又三讀通過 我們希望這樣的通過能夠 為我國受到這樣的嚴重衝擊的產業 勞工 各行各業 能夠 協助他們能夠渡過這個景氣的寒冬 那我們知道在上一次 二月的時候 我們通過這個條例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預料到 這個疫情 的狀況 居然是這麼樣的 嚴重 那在上一次的六百億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部會 他非常努力的 在爭取預算 在編列所謂的防疫物資 但是我們可以 可以看到 像國防部 從頭到尾 沒有編列一毛錢 的預算 也沒有編列一毛錢 的防疫物資 我們希望 通過這個條例之後 不管是國防部也好 不管是其他相關的部會也好 能夠真的進行超前部署 能夠 把相關的應該要買的設備 至少最起碼的能夠把它補足 第二個部分 實在力量一向主張 就是要加大紓困的力道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 紓困的這個條例 我們當然是 有一個支持的態度 不過 就這個紓困條例 11條的部分 我們自己提出的黨團的修正動議 就是希望 能夠在這2100億 之後 然後是 疫情的狀況 要在編列 這個所謂的天花板的時候 能夠 報經立法院的同意 再來 編列 這一方面 也是顧及了財政 距離的要求 那其他 可惜這樣的 這個修正動議 並沒有辦法來通過 我們非常的遺憾 其他的有關 法務部執行署 希望能夠針對 這個疫情所受衝擊的債務人 能夠給予寬限或暫緩 期間 也沒有辦法能夠通過 這一些的附帶決議事實上對 我國的受餐級的勞工 以及個人來講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會再持續的努力 也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登記發言委員 軍理發言完畢 報告院會 繼續處理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 109年4月20日 星期一下午30 地點一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1 各黨團同意行政院 109年4月23日 星期四 如果通過中央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真心特別 追加預算案 並送至立法院時 將其列入 109年4月24日 星期五 原會報告事項 並於同日邀請 行政院院長 主記長 財政部部長及 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報告 該預算案編制經過 並被質詢 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10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10人 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各推派2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得優先發言 質詢順序以一例授權醫師處辦理 議案巡查完畢後及交審查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覆議 上述質詢委員名單 請於4月23日星期四下午40前 送至醫師處會診 主持人游錫坤 蔡其昌 協商代表 柯建民 鄭運鵬 中嘉賓 林維周 蔣萬安 林一華 賴香林 高虹安 張其露 管閉林 邱顯智 陳教華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以上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意 沒有意 通過 109年4月20日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經決定如下 1 各黨團同意行政院 109年4月23日星期四 如果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追加預算案並送至立法院時 將其列入109年4月24日星期五院會報告事項 並於同日邀請行政院長主席長財政部部長及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報告 該預算案編制經過並被質詢 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10人國民黨黨團推派10人 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派兩人進行 為參加黨團委員得優先發言 質詢順序 一例授權意識處辦理 議案巡討完畢後 集交審查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副意上述 諮詢委員名單請於4月23日 星期四下午4時前送至意識處會整 報院會 依協商結論本次會議不處理臨時提案 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現在上會 該死去議有組合 搞授